哈囉大家好我是冰邦好久不見了 各位幹我現在還知道一件事情 對原來我以前都念錯了 他叫Brotato不叫Botato 對就是 對好對不起 Brotato難怪有人說我念錯 好啦我查了一下我知道啦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然後我發現一件很尷尬的事情 我上一支影片會通關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上上一支影片的時候 在最後把它調到底了 所以我才通關的 所以其實我根本就沒有通關你知道嗎 我通關的不是零 是零的四分之一 而已 不行 不行欸這個不行這個這個 這對話說太遲如果真的太誇張太誇張 一定我們再一次 100% 生命值100% 速度100%然後那個 傷害100%好啦 我覺得完蛋了 難怪我想說 喔喔喔喔 哇 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那我要玩什麼 我是想玩這個12隻角色的 可是我現在有點怕 我們還是先用鬥士我們再來一次 認真的 玩下去看一下會差多少 無修改出現新的敵人 好都不要做任何動作來 走唄這才是正常 對 對 對 完蛋了 我那時候還那麼沾沾自喜 我的天啊 剛那時候的血量王只有四分之一 小兵的速度也只有四分之一 傷害也只有四分之一 難怪怎麼打怎麼贏 對不對 對 那個難度完全就沒有 好 一樣我們就重新再來一次 來盔甲 然後呢 近距離的攻擊力燃燒傷害 1乘以3 隨機一個敵人 我是不是先選個小包 反正先把我身邊的武器都給他拿好拿滿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什麼 象寶寶 算還比較好 走吧 對嘛 這才是正常的嗎 喔這個米蒂才是對的嘛 為什麼想說那個米蒂怎麼可以 哈哈哈哈 完了完了 我突然覺得 我突然覺得我 我 我的天啊 而且我現在發現一件事 有一個觀眾也點心我 他說我今天沒有剪的東西到下一場 雖然剪一次會變2 但是你剪一次本身就有1啊 所以說你根本沒有增加 對 東西根本就沒有增加的意思 反而還是先剪比較好 先剪比較好 最大HP加3 血量加很多 然後是近距離的反光投射物 徒手跟這個 頭盔盔甲選起來 近距離傷害範圍 傷害HP再生 還是再生不要好 走走走走 對啦 所以其實我還是要剪啦 我能剪就剪 對我能剪就剪 不然的話 真的會很虧 真的會很虧 也不是虧啦 就是沒有意義啦 沒有意義 你留到下一局 他也不會變高 對他的乘以2 是完全完全在被騙你的 你根本就在騙你 我突然覺得 我上一局好像一個白癡一樣 怎麼辦 我的天啊 原來 上一局難度不是0 是比0 但更簡單一點點的難度 71 我現在覺得 我現在蠻不錯的 速度加6 然後小到2 不錯 擊退加3 可以好 速度範圍-6 其實這個也不錯 我現在速度是多少 速度是 算了算了 走吧 爬數沒有很高 反正主要是20關嘛對不對 我現在已經知道了 我現在已經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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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吧下去吧 一樣啦 我要藏住我的武器 然後這個會射來射去的 就先讓他去死 喔 完全不一樣了 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那個時候 連怪物的子彈都變慢嘛 對不對 我想說我怎麼閃得掉 哇打一下3D 有夠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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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太可怕太可怕 好3 3 3 還行 18D 可以 OK過 92塊錢 唉 我突然覺得那時候的我 加8傷害 近距離傷害 先加血量 然後扳手 好我們先來合成一下 然後一個扳手 回收道具石 回收道具石 喔 很像還好 拳頭 生成更多數目 欸這個不錯 先留著一下 好 好 沒有要回收 回收也還好 偶爾而已 下去 這個是我的嗎 我的 應該是吧 應該是那個扳手 會生成那個機器吧 有一個會幫我打 啊 好痛喔 米蒂 你怎麼變那麼痛了 完了 我之前當米蒂是塑膠 現在 他把我當塑膠了 完了完了 這個米蒂的速度 這才是對的嘛 等一下 15秒的時間 其實我要看那個時間點 這個怪物怎樣 怎麼那麼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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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 太硬了吧 你打他也沒有任何東西啊 閃避成功 我看 不要不要不要 這個東西給我撿 可以可以可以 沒有很虧沒有很虧 蛇頭失去範圍 要 然後是收穫結算 近距離傷害 結算加8 可是收穫結算什麼意思啊 有缺陷的增強技 攻速近距離傷害 不錯 先生成更多樹木 火把 火把 好啦 合成 拿一個火把 欸 你看他傷害超低欸 好吧 到時候會慢掉嗎 等他近距離啊 喔 這個才對嘛 這個怪物 哈哈哈哈 他趕快衝過來吧 對不對 他是會發瘋一樣 然後衝過來 喔 我突然覺得難度上來了 全部都上來了 全部都上來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有了有了有了 當初完全呈現在自嗨的狀態裡面 看到觀眾留言才發現 啊完蛋 啊完蛋 我根本沒有體驗到這個遊戲的恐怖之處 對啊 怎麼突然那麼那麼的簡單 沒有任何的壓力 你知道嗎 好 我自己想玩那個12個武器的那隻 不過現在玩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再比較一下 真正的難度到底有多難呢 我對這隻真的情有獨鍾 加30%的範圍 不用加3%最大生命值藥 然後是暴擊機率速度 最大HP加15 這個很好 而且有減敵人 範圍徒手 哇 沒有東西 有人說全部買完他就會自動幫你那個 可是我根本不可能買完不是嗎 重灑一下好了 小小肌肉帥哥 這也太可愛了吧 好86 近距離傷害 好就你了 好走吧 哇我有52滴血耶 我的天哪 哇這個 我的血量在下一會兒會補滿嗎 等一下來看一下 等一下再看 好可怕喔 還行 而且有人說難度往上一層 那難度會爆爆炸式的增加 到時候再說 到時候看他到底有多麼多麼的噁心 如果這個遊戲真的有人看我每一隻 每一隻五角色拍一個流派 每一隻角色就可以拍一隻影片 然後如果有其他流派的話那是不是就很可怕了 好沒關係啦 就看看 我自己覺得Protato的那個 哇哇哇不行不行 觀看數也蠻扯的 每一隻都有一萬以上 如果再玩下去應該是有機會 更香的才對 好過 184 範圍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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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避 好先加迴避好了 有人說迴避很誇張 呦 短刀 雷光刀 好先給他上去會變2嘛對不對 當敵人死亡死 蠻燒泛炎附近的一個敵人 49 51 加起來是100不行 那我們選短刀好了 有短刀的話 我就要把一個東西賣掉耶 我又要把 把火把拿掉好了 好這個 火把看不出來 燃燒也沒有在用 喔 這才是這個怪物多硬 喔 喔 喔 好痛 這才是真的嘛對不對 不要不要不要 還第八而已 我已經扣二十幾滴了 發生什麼事前 欸有點痛耶 怎麼辦 怪物也好硬喔 怎麼辦 這才是真理 難道說其實我的邏輯 連第一關都過不了嗎 我的想法現在連第一關都過不了嗎 我不覺得我哪裡有錯啊 還是我走位的問題 等一下 好 還是說我今天專門選得很爛 還是說我 我的商店選得不夠好 我要撐二十秒 幹我覺得我會死耶 怎麼辦 我覺得我要往生了 欸不對不對不對 呵呵呵 二十滴二十滴 夠啦夠啦 二十滴的血量很多了很多了很多了 啊 哇操 完了完了 我感受到我感受到 我感受到可怕了 我現在二十七滴嘛 我等一下看這個血量會上去 然後速度範圍傷害生命竊取 速度 近距離傷害範圍屬性 以你的最大為上限 蛤什麼意思 你的最大HP現在 以五十四為上限 就不能再高了是不是 幹我看不懂這個耶 我看不懂手套這個最後面這個詞 不然我要想選喔 極重疾的降低上限為 好 先不要選他喔 我怕 我怕到時候這五十四為上限 那我就不能再高了 那我覺得沒有到很高 我還想要再更高 對啊 先選這個 然後 四四 好 四四 好 好好好 還是說我要重閃 我真的要靠重閃 我還能活得下去嗎 我現在好可怕 我覺得害怕 怪物是我上次玩了四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才是真正的難度0啊 好這個 只要那隻巨型怪物都還好 我覺得我的傷害不夠打巨型怪物 而且我的武器好爛喔 不是還有啊 32秒 這32秒應該過得很漫長我覺得 真的真的 啊 哇 開心開心 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 有東西要撿 有東西要撿 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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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還蠻想看到幽靈流派的 至少我要看這個遊戲一般的玩法是怎麼樣 我才能夠感受得出來 這個遊戲未來是怎麼樣 真正的難度是長什麼樣子 我總不能夠用這個方式去打到難度6吧 這樣我覺得我自己是跟白癡一樣 哈哈哈 四百四十七 好還可以 迴避速度 哇多好想要喔 我的迴避現在幾% 我的迴避現在21% 我的速度現在好 先迴避好了 經驗值 XP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可是它是紫色的 就先選吧 當8% 我是可以全部選好了 盜賊短刀 沒得選 然後最大HP HP再生 使用道具 消耗品 我有什麼消耗品 先選 銅散 然後每次有一款速度就加1%傷害 所以我的速度現在16% 所以就加16%傷害 我的近戰%傷是30幾% 還可以 那徒手沒得選了 近距離傷害 喔懂意思了 就是一直拿 一直買 一直買 就對了 好然後加15% 讓機率掉落在上面 好這樣會少的去出發 走唄 只要我錢夠多 可是錢也沒有辦法到很多不是嗎 對啊 我覺得我的血量好危險 55D而已 好不夠用喔怎麼辦 哈哈哈 我想要再更多 我有點害怕 我看到樹了 我看到樹了 我們還是以樹為主 可以 而且還都沒有回血 好可怕喔 而且我打怪怎麼那麼慢啊 我總覺得我上次打怪比較快 是不是我上次選到攻速比較多 沒事沒事 這兩棵樹 我剛剛為了打那幾隻 花了很多時間卡在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遊戲是不是要一直亂走呢 對 然後去找樹 找樹 找樹 有有有有 找樹然後去好安慰 好有有有 接過接過接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弄到保護著 啊 為什麼你們那麼硬啊 怎麼跟我那天的感覺不一樣 哈哈哈哈 要知道他們也是跟上次硬了四倍你知道嗎 2 1 好OK 哇 天啊 握取道具 生命竊取 加2 然後是攻擊速度 對啦攻速啦 最大生命值加6 然後攻擊速度 暴擊範圍 減2%再生 好啦 選你盔甲 好選 欸對我沒有盔甲啦 15%貫穿傷害不用 所以大HP加7% 所以我現在加上去的話是33% 唉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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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HP又回來了 哈哈哈哈 這什麼 這很硬的那個 有有有 欸其實我現在強到一個地步 是不是也可以站著不用動 不用擔心 只要他們不是那種自殺式的攻擊 是不是其實這樣也可以 可是我還想要去找一下樹 對對對 我要找樹 樹還是比較重要 行不行 行不行 還行 這才是真正的難度而已 上次完全就是嬰兒的難度 上次有笑他們嬰兒食品 原來我才是那個嬰兒 我才是被笑的那個 好可以 有樹 打 10秒 8秒 7秒 6秒 5秒 4 3 3 2 1 過 少選一個東西 好可惜喔 好可惜喔 最大的生命值 好想要 算沒關係先選這個 爆炸範圍 當嫡妻開始時加20%我的素材 減6%道具價格 先買 然後再買 再 爆炸傷害 爆炸傷害 好吧 沒有浪費錢的感覺 再一次 好 好 有爆炸嗎 我覺得我浪費了100多塊怎麼辦 那應該是法師在用的機器膜吧對不對 而且是我撿的東西越好 他等一下拿到的東西越好 撿到的東西越多 撿到的東西越多 那叫素材吧 撿到的東西越多 他後面給我的東西越好 你看我剛剛撿到紅色了 我剛剛玩那一局 之前玩的都沒有 而且是不是我難度調越高 他東西給的越多 是不是是不是 沒事沒事 我現在對這些大型怪很像也還好了 我的血量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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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秒 還可以 有沒有辦法 再給我一個紅裝 紅能力 我覺得應該把那個東西稱作升級 對對對 升級 然後升級給的能力是什麼 什麼升級的 是不是我根本已經不在乎碰撞了 欸 最久9%生命 攻速 好啊 我就該選攻速一下了 攻速很重要 迴避選一下 樹木打一下就會死 好 然後撿起木箱時速度-1 蛤 當撿起木箱加20素材 不懂 但是撿 撿起素材時 欸我的武器都還沒有欸 幹 我的武器 75 10 不行 先上鎖 不行不行 再沒有武器我的能力不夠了 我的能力要爆掉了 我能力要爆掉了 好走唄 我的傷害快要不夠啦 我上次這個時候已經有紅裝了欸 我現在什麼都沒有 對啊 差太多了啦 差太多了 紅裝有差嗎 會不會其實我這樣玩法是變成另外一種 就是裝備很好 但是那個武器很爛 會不會這樣會不會這樣 好 防禦 這個還蠻好打 這隻蠻好打 應該只是比較肥一點欸 兩棵樹可以 撿一下 只是 好打是好打但是好硬 我的傷害不夠 沒有那麼硬可以把它 蛤 他很用力 他很用力在幫我輸出 辛苦你了小炮台 42滴 沒事沒事 這個遊戲防禦真的他媽重要 攻擊反而還好 攻擊就頂多打得慢而已嘛對不對 防禦的話 我是要活下去用的 迴避 不夠不夠不夠 Cell 速速速速速速 速速速速速 不管不管不管 直接走進去 反 seals 狂�rin 最大 HP加9 再選你81滴 欸 不錯喔 然後剪刀 先用小刀吧 然後剪刀 PG 然後治療 生命竊取 這是近距離的 對不對 維收 這個拿起來 然後差一塊錢 最大生命值加3% 傷害減1 算了沒時間了 沒時間了 來吧 我大概懂,就是真的要盡量每次都買完對不對 可是有些東西就很爛啦,那買完不是浪費很多錢嗎 對啊我不懂,我有點不太懂,買完的用意在哪裡 而且我都撿了那麼多素材了,為什麼感覺東西沒有很多的感覺 它素材到底可以幹嘛 不是很懂 這什麼怪物,他在分裂那個,忘記了 有寶箱有寶箱,很香很香 很香很香 注意一下 再來 82滴,對了65滴 還行,我有生命竊取嗎 對耶,如果我這個時候血量很多的話,我就用生命竊取才會更好對不對 第二個裝備,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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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不錯不錯 我這個攻擊力扛得住我,我不懂耶 這真的扛得住我 我覺得有點 14,沒事沒事 30滴,2,2,1 過,好 我的天 10舉範圍再加30 攻擊範圍攻擊速度,好加 範圍盔甲盔甲 我是不是範圍太高啊 沒有也還好 經驗值加3-8%運氣 這是遠距離的吧對不對 這就算了,攻擊速度範圍加15 重灑一下好了 這個先買上去,這個什麼 會生成一個像緩慢的10個冠軍小交友 沒發能造成,這可以 但是我現在沒錢買了 近距離方,先上鎖一下 近距離傷害加2 範圍傷害加1 範圍傷害,好不要 走 15波了,還行啦 還行啦,看來我的 我的想法還是扛得住的 4倍的0,也還好啦 還好啦還好啦,不難啦不難啦 不知道當時發現 這個bug的觀眾在想些什麼 他說蛤,媽的,這個白癡 這個白癡,玩這樣也開心 沒有沒有沒有,我現在改了 我改了,原諒我吧 原諒我吧,原諒我吧 而且我看到我的範圍真的很大了 那個實體的範圍真的有點距 我根本沒在閃,你知道嗎 我站著是不是更快 我站著攻速更快 我站著攻速的話會加25% 欸對對對,都忘記這件事情了 站著不動,傷害更高 沒事沒事,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 不要急不要急,這世界 全部都是敵人,你們當作你們在互打 你們沒有在全部圍毆我 其實我根本就靠血量在扛住啊 我根本就是一個神坦啊 不要打我,2 1 哇,一滴 這要什麼,範圍範圍,不要,這個回收 完了完了完了 真的要完了 真的要完了,真的要完了 欸剛剛那個外面也可以重散 有100%的掉落率 簡直是25%速度 啊我覺得完蛋了,真的完蛋了 碎石 我覺得武器太爛了,怎麼辦 短刀 怎麼辦 下一局應該就要到 欸不對吧,我這樣還打不贏嗎 沒事沒事,還好他在補血 如果他不會補血就真的難了,這什麼東西 這也是砲塔嗎 喔,不錯不錯 不錯不錯 我這一局根本就靠道具嘛 完全都是靠道具的,不是看我身上的 可是其實也是我身上的東西啊 我身上的道具嘛對不對 他這次就是不給我裝備啊,他裝備給得我很爛 為什麼,是有什麼原因嗎 看不出來的原因 收集1萬個素材 有那麼多嗎 他的素材的數量是不是亂死了 有有有有 哇,這個東西,哇,太神了 太神了,太神了 可是不行還有17秒 沒事沒事,至少現在 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 哇,那個紅色是怎麼樣啊,我看不懂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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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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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我炮塔 好可怕啊 欸,這一局反而還好耶,剛剛為什麼會死那麼慘 屬性不要 然後工程學最大HP加6HP再生範圍 工程學到底是什麼東西啊,其實我真的看不懂 除了其他素質皆不受結構的影響 蛤,防禦嗎 算了,先不選就先不要 唉,什麼都沒有耶 怎麼辦 徒手 短刀 先把它回收掉吧 換這把,重甩一次 喔,他這次給的都很爛耶,沒3秒 引進 喔,真的很爛 雷光刀 擊中敵人石可以產生 噴火,生命竊取 15%吸引管 我已經有100%了,這就不用選了 蛤 好啦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欸,那個勒,我那個塔勒 喔,這個塔超強的 我不能沒有他 他是我的救命武器 哇,剛剛碰一下血量怎麼回事 碰一下血量太噁了吧 還行 有沒有傷害 現在好像有點認真 怎麼辦 30秒 好,過了,有吸的到 還可以,吸的到 現在是東西絕對都會吸到我身邊來 不會浪費掉 這樣不錯,這樣不錯 這一次我拿東西我覺得不錯 只是 我還有14秒 最後 可是我覺得我的武器真的好爛喔 我的武器完全打不動 怎麼辦 4 3 2 1 哇靠 不行不行,我真的覺得我武器太爛了 生成一個治療,好 工程學,範圍 範圍傷害 怎麼那麼爛啊 工程學 好,就你了 再丟一個眼睛 最大生命 鎧甲爆擊機率 好 好 重甩 運氣 好 鎧甲迴避 好 哇他都不給我武器了耶 他都不給我武器了怎麼辦 哇 哇那個東西 再爆一下好不好 哇這個 哇 沒事沒事沒事 先撿一下 欸 他給我掉在外面 欸 超級浪費 bug吧 官方有bug啦官方 有樹有樹有樹 還可以 真的撿不到嗎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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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他在那邊打然後怪物的錢會噴到我身上 其實這樣不錯 這樣不錯 這樣不錯 不要不要不要 放這裡 上面有個東西 6 5 4 3 2 1 好過 欸其實我已經不知道我在幹嘛了 完全都是靠最大生命只好 可以 再多一點血量加9%迴避 我根本就是在靠閃啊 我已經不知道我在幹嘛了你知道嗎 沒有 都是垃圾 剪刀 哇 哇 你都給我這種 好煩喔 回收 剪刀 虧 28%加1 當美受到傷害時 減2%直到第一期結束 什麼意思 反正感覺不錯 尋上去吧 好 19了 19了各位 19了 我要保護 我要站他旁邊 我覺得這一次我的裝備真的很爛 我的武器啦 武器真的偏爛 還有藍色的武器 都到這個時候了 然後這個素材不知道為什麼 不會吸過來 不是說應該會嗎 奇奇怪怪的 奇怪怪的 噢 3 4秒 這個遊戲可是不能復活的 真的他不是開玩笑的 我等一下 靠近這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他傷害很像也不太夠了 我現在根本就是用生命在彈 真的 沒有這個東西我現在已經完蛋了 可是我的血量好多喔 我根本就是拖嘛對不對 我就是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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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我根本就沒有打死敵人的意思啊 你自己看我的錢 真的 只是他們打不死我而已啊 對啊 盔甲好先選 速度6% 還能選速度嗎 那蘇哥也沒什麼差 好啦 然後 精湛技藝 手裡劍 精準 遠距離 只要範圍變少 反彈兩次 不要了 不要了 好啦就你啦 反彈一下 當敵人死亡只會從山上超村子彈 喔不錯 而且是絕對嘛對不對 絕對的話276 欸還不錯耶 好啦就你啦 雖然我也蠻想選這個 但是 先上左 欸可是沒了吧 最後一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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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隻王是怎樣 哇這隻王是怎樣 怎麼跟我認識的不太一樣 我現在戰時的攻擊會變快 可是人家沒有用 不要為了這個搞死自己 這些東西選了已經沒有用了 那些東西都沒必要了 我現在要的是幫你打死拜託 至少我就通關0 通關難度0 就算這局死了我也當作我通關了 只是我這局選的不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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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東西要怎麼打 59秒欸 啊如果我這關沒有打掉怎麼辦 我沒有打掉也算通關嗎 我要撐一分鐘欸 而且我現在好像撐不太住欸怎麼辦 還是會不會越來越過分 不行啊我東西太爛了 終究還是要東西 我東西爛成這樣子你看 哇靠打一下17D是三小 哇踩一下17D 看 哈哈哈哈 哇 哇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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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欸不是啦 哇操 哇操 哈哈哈哈 有位當作我有過 當作我有過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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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這隻給我的武器太爛了啦 真的太爛了 真的太爛了 但是可以啦 可以吧 哈哈哈哈哈哈 剛好可怕 可是我獲得新的角色 和平主義者 敵席結束 有每一個敵人存活 就能獲得 喔會持有一個什麼 木工三人 喔就是砍樹的那個 野生生命切局使用粗糙武器 你會有一法杖開始 你無法裝備二級別以上的武器 那就是沒有武器嘛 這個 哇這會不會太變態一點點 那這些角色到底有什麼優勢 對啊 到底有什麼優勢 至少啦 我知道真正的難度是什麼 真的 真的 還行啊 還行啊 我們就慢慢解開啊 慢慢解一解嘛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再來 感受一下吧 我自己是蠻想要看那個啦 12 12個武器這個角色 我自己蠻想看 我自己蠻想看 他到底可以玩起來多爽 但是每多一款 每次用一款武器 就減6%傷害 全部減完的話 我就會減72%傷害 但這樣傷害也是很慘耶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OK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今天影片就跟他到這裡 如果這支影片有給他過一萬的話呢 我應該還是會給他下一支啊 就算沒有的話可能也會斟酌一下 好啦那我是PFI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3 2 1 拜拜 1 2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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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